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我们的生活生命里面 也许在影片当中 你会获得一些审视 我们这个学期 特别安排这种方式 那这五部影片 都是经过学校精挑细写 那今天晚上 这部影片也相当的不错 它只有两个字叫做遗忘 那么当然影片当中呢 是在来描述 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里面的 这个婚姻的状况 那么先生 曾太太 如果一般在忙于公务 忙于这个外面的事物的时候 他们是怎么样相处 那么有的渐渐疏离 甚至呢 到了快要离婚的地步 那么他们到底有没有忘记 当时是怎么结合 当时是怎么样觉得对方的好 那么透过一场这个车祸 但是呢 又重新又拾回来 他们遗忘掉的这个好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 就用我们一起来 共同的生活的这种婚姻状况 来欣赏这部非常精彩的影片 遗忘 那是我们两个的事 你居然和别人一起算计我 一份合约三次又签不下来 你还有什么脸干这个组长 你要不低辞成 要不降级 你自己选 我不能将你手下工作 因为能力问题 我是个母亲 只会向着自己的孩子 谁对我儿子好 我就对他好 让大家记忆 让大家记忆 这个婚姻的美好 大部分都要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像刚刚这一部影片 感觉就是说 很多人就是一直往上爬 不知不觉当中 那个傲气啊什么 全部都跑出来了 因为我本身在这边 也看到很多是这样的 真的是 怎么讲 大家就是回归到最原始的 不要有收到太多的功利 因为一想到功利 就会忘记很多 以前存活的地方 谢谢